大家好,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美国总统拜登的欧洲外交大戏演出过半 对于西方国家和美国国内都有掌声也有吐槽 拜登外交成果的本身就反映出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了美国内部分歧两党撕裂 欧美之间利益不相同 那么虽然有共同的价值观 但是在众多事情的看法上 似乎分歧也非常严重 以及中美关系之间高度的复杂性 前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谈论拜登的欧洲之行 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 更为精准的分析也越来越多 外界普遍认为 本次G7峰会在全球治理与后疫情时代 发达国家的全球责任 与世人最为关心的疫后重建方面 琢磨不多且成果有限 却把这一场巨头相聚的场合 搞成了一个反中大集会 所以普遍认为本次G7峰会 未达标 同时中西对立态势的加剧 也引发了各方的讨论和担忧 与此同时 这个美国领导之下的北约 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方面 似乎有了更多的新定位 且以新北约称呼之 一改当初针对俄罗斯的集体安全组织 现在也更多的是提到中国的名字 未来北约究竟要走向何方 也是引发各界关注 不过拜登接下来的欧洲行程 最为吸引人眼球的 恐怕就是和普京总统的见面 我们就先从普京接受媒体采访时 所说的内容谈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会晤之际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 普京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内容 其中还提到了中国新疆问题 谈论中国在军备裁剪问题上的立场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6月14日的报道 普京接受NBC采访时提到 在削减进攻性核武器谈判当中 把中国立场的责任转嫁给俄罗斯简直可笑 克里姆林公网站发表采访的内容 引述普京的话称 中国拒绝谈判削减进攻性核武器 普京认为中国的论点简单明了 无论是弹头的数量 还是运载工具的数量 美国和俄罗斯都遥遥领先中国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数千枚 基本上在5000到6000枚的核弹头 而中国呢300多枚 那么这个数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而且中国人问的很对 这是普京的原话 如果我们已经比你们少那么多了 我们还要削减什么呢 我们拥有的更少 或者呢你们想冻结我们的核威慑水平 我们为什么应当冻结呢 而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需要仔细考虑 这也是普京的看法 但是把中国的立场推给俄罗斯 这当然是美国的观点 美国的这个认知 那普京认为这个可笑至极 普京称俄罗斯方面不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是威胁 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宣布俄罗斯为敌人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建立了两国历史上 从未达到过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所有方面高度信任与合作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在技术领域 在科技这个军事合作方面 普京还强调俄罗斯不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是威胁 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 他不像美国那样宣布俄罗斯是敌人 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 中国是一个由接近15亿人口的大国和强国 就购买力评价而言 普京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 去年中国是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美国位居其次 但中国的实力同时还也不会令俄罗斯感到担忧 原因之一就是 俄罗斯的国防能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准 但最重要的就是 中俄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俄罗斯不会提防中国的发展 关于新疆问题 普京指出 那么普京本人 他自己呢 在访问中国期间 曾经有机会与维吾尔族的代表进行会面 也亲耳听到 维吾尔族的民众普遍欢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 也肯定中国政府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为生活在新疆地区的人们做了很多的实事 那么从这个普京去和拜登会面之前特别谈及这个拜登和布林肯 国务卿非常多次指责中国在新疆地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事态 那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抹黑对吧 污蔑啊 没有证据 甚至一度认为这个布林肯和美国的一些报告啊 两这个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在新疆地区有种族灭绝相应的行为 那这句话呢 听在中国人的心中或者是新疆朋友的这个耳朵里不知做何感想 因为新疆的人口在过去的一些年那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比汉族人口增长要快很多 新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也这个啊 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各方面吧 其实都提升很多 而这些呢 在美国的对中国的指控当中都看不见 而对中国进行抹黑的那一部分呢 却非常多 所以通过普京与拜登见面之前 那么普京对新疆的相关的认知的一个表态 我相信呢 这个立场呢 也是摆得非常清楚 那此外呢 普京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不要像他的前任那样冲动 坦言 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已经恶化到了近几年来的最低点 此外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有意就网络安全问题与美国进行交流 但华盛顿方面拒绝合作 那么俄罗斯也希望能够在和国际间进行合作 包括美国 但是美国呢 拒绝在这个各方面与俄罗斯合作 这当然是俄罗斯是普京在这个出访之前去吐吐口水啊 这个抱怨几声 那此外呢 普京还透露 俄罗斯不单与美国还将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 另外 俄罗斯不排除在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但接决反对太空军事化 普京强调俄罗斯不打算结束与美国的太空合作 目前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共同探索月球的相关协议 2021年的3月份 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 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这个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 许多专家经常将这两个主要登月计划视为政治性啊 政治色彩浓厚 因此呢 预测可能还有更多的支持美国的国家会加入这个RT迷斯计划 那么这当然是美国的一个登月项目啊 那也是呢 希望这个美国方面呢 在登月50年之后啊 50多年之后再次进行第二次的这个登月啊 这是美国方面的 那当然了 我们也都在之前的节目中也都介绍过 俄罗斯呢 那选择和中国合作建立月球工作站 而没有和美国合作 这中间呢 也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 那现在呢 美国的登月计划呢 也有很多国家支持 包括像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啊 等等吧 那包括英国 那当然这些很多都是啊 这个美国的盟国 或者是呢 安格鲁斯 安格鲁斯大克逊族的一些国家吧 无缘联盟国家 那这些国家呢 参与美国的登月计划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普京呢 这一番的表态呢 事实上也是向美国喊话 讲白了就是 我们没有合作 原因不在于我 对吧 你也不接纳我 或者说呢 你接纳我提了很多 苛刻的条件啊 我也没办法 对吧 反正 我认为现在呢 这个拜登呢 他为了 或者说美国吧 为了呢 在全球 对吧 这个阻碍中国的增长 成长啊 这个去干扰中国崛起的过程呢 他现在已经放开了很多的这个 原则 或者说曾经所声称的底线 包括美国现在开始搞计划经济 这是美国之前所谓小政府时代 或者新自由主义里面 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呢 美国眼见着 哎 科技领域的投资 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是不是要被中国超过了呀 啊 其实我认为还有很多方面 值得中国学习的啊 也没有那么快啊 特别是在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领域 但是呢 美国现在有了这种悠悠 这个危机感 所以他开始用啊 国家的形式来出钱 直接推出创新竞争法案啊 数千亿美金往下砸啊 就是要搞美国的科技创新 这是典型的产业计划经济的一种做法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普京 在6月4日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并且在问答环节斥责 西方国家将民主作为政治工具 搞双重标准 普京在谈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时呢 特别提到啊 这个俄罗斯与美国没有分歧啊 这个只有一个分歧 那就是他们想阻止俄罗斯的发展 并公开的谈论 而其他一切都是这种立场的衍生物 经济领域进行限制制裁 以及依靠西方国家认为属于自己的啊 俄罗斯的力量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进程的企图 其实就是所谓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讲白一点就是支持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 普京谈到 现在俄罗斯方面不断听到 有关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一些 什么选举啊 政治进程的消息 选举发生在美国本身的时候 那么几乎一半的美国选民 认为选举不公平 这些是美国本身的民意调查 是由美国社会服务机构进行的啊 那么我们没有想出这个 你知道吗 那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内部在选举过程中的一系列争端啊 那有很多人认为呢 美国这个内部选举不公 反对拜登的有很多 到现在有很多的传粉还认为 拜登是窃取了选举 那普京的意思也很简单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 美国的力量 西方的力量早都介入了各种情报组织 对吧 支持反对派 把这个国家搞乱 当然普京自己的意思是 我没有对吧 去支持反对拜登的人 这样子呢 会干涉美国的内政 但同样的做法呢 拜登却在俄罗斯内部去支持了 那这当然和前不久 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啊 去这个中毒事件 包括去德国治疗之后 回到俄罗斯 再次引发的一系列的政治分暴 那么这背后呢 似乎都有啊 美国的影子 这一点呢 普京是相当的不满 那么普京还表示呢 在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的抗议者冲进了美国国会时候 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他同时说 对吧 那么这些人啊 那么冲进去了 很多呢 是带有政治诉求而进去的 对吧 然后呢 450个人被拘留 而且这些人都受到了刑事起诉 其中70个人被立即被拘捕 其中31个人仍然在呢 这个被逮捕和通缉当中 那么普京就说 对吧 那么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 这很多人很多时候面临这些 所谓这个未遂政变啊 相关的指控 那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啊 美国的做法和美国的立场 这个双标的程度有这么大呢 比如说啊 在白俄罗斯或者在俄罗斯的周边国家 那么美国就进行了大量的干涉啊 所谓的民主 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身上 比如说香港街头出现暴动抗议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内部一些人士 特别一些政客 声称这是一道美丽的分井线 对吧 当美国的街头出现抗议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受不了了啊 高呼啊 暴徒啊 怎么样 全部把他给抓起来 事实上当初闯入美国国会的人士啊 如同普京所言 对吧 抓的抓 关的关 通缉的通缉 一个都跑不掉 那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呢 对吧 那普京还说 这个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在指责俄罗斯在执法过程中的 这个街头执法的时候呢 过于严厉 但实际上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 他们用橡胶子弹进行射击 也打掉人民的眼睛 在街上甚至呢 出现了警察杀人 对吧 而且使用高压水枪 催泪瓦斯等等 那么这些情况 为什么在你自己这边发生的时候 好像就变成是正义的 是正确的呢 普京表示 这非常的荒谬 对吧 其实呢 也没什么 美国的荒谬和双重标准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普京呢 甚至很讽刺的说 这个在西方国家 街头出现的这些情况 甚至警察开枪 对吧 不断的有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 非洲裔美国人 或者是其他族群的人士 被美国呢 这个警察呢 过度使用武力致死 那普京说 讽刺美国说 这些都是所谓民主的子弹 就是 就是他们的子弹 是民主的 那这个简直就是 非常的荒谬了 普京说 这个所有的国家呢 需要统一的 一个共同标准 一个方法 来进行评价 那现在呢 美国你能做得到吗 你把这些事情呢 当成了政治斗争 以及国际 这个玩游戏的一个 一个工具 而并没有呢 以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待相关的事情 其实呢 普京的这番话 是在重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了 也没有什么新鲜的玩意 那就是西方 特别是美国呢 双重标准 不过普京在与拜登会面之前谈这么多呢 事实上 我们也要看看拜登呢 究竟是如何来看待本次会面的 如何看待普京的 那么为了降低美俄首脑的会晤的预期 拜登对于普京的评价由杀手转为了可敬的对手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6月14日的报道谈到 在当天 这个在布鲁塞亚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拜登谈到了他与普京的过往会面 他说呢 这个我见过普京 很聪明 很强硬 而且呢 这个就像我打球的时候 人们常说的 他是一个尊敬的对手 那么这番说辞和曾经的 拜登对普京的形容呢 是非常的不一样了 在不久之前 我们都应该还记得 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拜登直接称呼普京是一个杀手 是一个筷子手 那当然了 这个普京对此呢 是一笑之之 我想呢 这个现在的两国的领导人的会面呢 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战略意义的 而不是眼前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所以两个家伙呢 都是国际政治的大玩家 多年的啊 这个这个政客的 这个或者政治家吧 或者是这个政治领域的经验 和培养的过程呢 我想对于两位在国际场合如何拿捏 如何判断两国的关系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心里面都有把尺子 眼下的这些颗粒米啊问题啊 反正很多事情根本就无解啊 北约东扩呀等等 那么美国如果过度拉拢俄罗斯 显然欧洲的这些国家 或者说北约国家呢 会相当的不爽 所以这种里面的关系呢 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 它既不能和俄罗斯太近 又不能太远 它如果和俄罗斯太远啊 各种制裁 那么军事威胁 甚至呢 这个把力量投射到 俄罗斯的家门口 比如说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显然中俄之间会抱的更紧 美国又受不了 如果拉的和俄罗斯之间拉的太近呢 欧洲又受不了啊 对吧 因为本身而言 欧洲国家北约组织的存在啊 为什么那么亲美 都是因为 包括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很多时候呢 讲白了就是防俄罗斯嘛 对吧 如果你跟俄罗斯关系都搞好了 那你说你怎么防呢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 所以这个事件呢 很多时候是一些微妙的平衡 一会是朋友 一会是敌人啊 那么就是在朋友与敌人切换之间 来演变整个国际局势的动态变化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时候 特别谈及 拜登在接受媒体发布会上的 还反驳了外界对他 不应该会见普京的批评 外界批评说 在俄罗斯人不断发动各种攻击之后 他这个这个拜登不应该见普京 甚至呢 有民主党的议员也敦促 这个拜登对普京采取强硬的态度 拜登和普京呢 在16号会在瑞士的会面 之后呢 拜登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三年之前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霍尔辛基会见了普京 当时他因为支持俄罗斯领导人 否认干预选举 而受到美国国内猛烈的抨击 这与美国情报机构 形成了鲜明对比 报道指出 尽管这次会谈 似乎不太可能 立即达成任何协议 但白宫表示 这个拜登 希望与普京会面 直接就网络攻击和人权问题 向他施压 并谈到 他们可能有共同的立场的一些领域 包括核武器的控制啊 气候变化的合作啊等等 对于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称美俄关系已经恶化到 近年来的最低点 拜登对此呢 也是表示认同的 事实上 我认为这句话的本质是 实在向拜登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 哥们我们已经不能再插了 对吧 再换下去的话 要打起来了 所以怎么办呀 不能打 对不对 与世间革面 缓和下氛围 管控下分歧 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其本质 那至于说 是否有长期的战略规划 那要看后续的演变 包括中美与中俄关系的变化 甚至中欧关系 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目前看来 两人见面前的气氛呢 确实是不太友好 从6月14日起 美国对俄罗斯 发动了新一轮的制裁 美国企业被禁止 购买首次发行的俄罗斯国债 以欧元计价发行的俄罗斯国债 也被纳入了禁止买入的这个范围 一度被称为金融市场的 威力最大的惩罚性措施 俄罗斯的反击也毫不手软 俄罗斯财政部宣布 将在未来一个月内 改变国家财富基金的结构 将美元的份额减少到零 同时俄罗斯几乎完全清空了 美国的长期国债 双方在金融市场的 这一轮较量的时点非常敏感 那当然所谓的敏感 就是讲白了两人要见面嘛 对吧 结果就在见面的前两天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 新一轮的制裁 这显然会对整个见面的氛围呢 那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峰会的前夕 双方元首都已经放出狠话 因此市场预期这场会晤 将是一场最为激烈的政治博弈 除了近期大家关注的美俄的话题 在刚刚落幕的G7峰会 依旧被大家广泛的讨论和分析 目前多国媒体和人士认为 七国集团峰会不达标 并质疑七国集团在应对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 所做出的承诺太少 英国影子内阁外交大臣 利萨南迪特别谈及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本资峰会都是不达标的 没有拿出一个清晰的计划 来实现2022年年底前 让全球接种疫苗的目标 也没有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 来引领世界走上气候安全之路 英国前首相布朗 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 本资峰会将作为一次道义上的失败 被载入实测 世界需要110亿剂的疫苗 而整个G7集团 只拿出了一个涉及10亿剂疫苗的计划 这个德新社报道说 儿童慈善组织世界宣明会 人士也指出 七国集团的疫苗捐助承诺的 实际情况是没有听起来的那么美好 目的之一是希望转移人民的注意力 掩盖其反对放开疫苗专利的态度 非政府组织 一组织代理首席执行官 这个汤姆哈特也谈及 七国集团的想法和行动 未能匹配当前应对疫情的迫切性 此次无法鼓舞人心的分会 带来的结果是疫情被延长 不仅是在全世界 而且也是在七国集团本身 而西班牙奇异报网站刊文指出 七国集团领导人并未同意 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 以解决疫苗供应短缺问题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这些国家不打算减少对 这个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 获得大量补贴的私营石油企业 享受着开采石油的利润 那么日本东阳学院这个学院大学教授朱建荣说 此次七国集团分会可谓这个雷声大 雨点小 这个口气大成果少 西方国家历来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 都是口会而实不至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民意主席 富尔克恰普克就认为 以全球视角来看 七国集团是一个旧时代的集团 这几个国家无法代表人们解决全球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 或者说金砖五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在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中欧班列作为海运空运的替代选项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应更多的与中国在基建领域进行合作 而不是彼此消耗进行对冲 南非广播公司刊登评论文章认为 七国集团分会的主旨 本应该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适合人类生活 而不是将关注点锁定在如何对抗中国 或者说如何对抗俄罗斯上 法国商业频道电台在其网站刊文指出 此次七国集团分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 加强卫生健康监测 以及改革世界卫生组织 以促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 这将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我们看到这么多媒体在对七国集团进行分析 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左右了这一次的峰会 但是在实时上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 如何帮助世界上各个国家提供疫苗 或者说如何解决这个世界 疫情之后 疫情经济复工复产复苏的问题都毫无作为 只是在那里打嘴炮搞烂账搞政治博弈而已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在6月13日发表文章 题为为什么过时的G7不再重要的文章 文章阐述了G7这个组织不再重要的理由 文章认为七国集团上世纪70年代成立时 只在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那么世界继续前进 只留下G7国家还在为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苦苦挣扎着 在当今世界该组织是否依然重要呢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凭借其新获得的财富 几乎在所有经济与政治领域都能与G7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G7内部日益分裂 该组织几年前就未能通过终极考验 也就是特朗普考验 与大多数G7国家领导人不同 特朗普回避多边主义 宣扬美国优先政策 在前两次G7峰会上 特朗普拒绝签署G7最终公报 在本届峰会开幕之前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全球被告知会议呢 将会有所不同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计划恢复他的国家 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并重振作为多边行动有效工具的G7 然而拜登知道 这个前提还不足以令G7再次变得重要 因此呢他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可以重新团结该组织的 关于对手的概念 其实就是玩政治意识形态 搞政治组织 那么正如苏联是早期团结G7的共同敌人一样 这个新的对手就是中国 一些G7成员国 可能很赞同拜登提出的新的做法 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 中国实际上是好人 而不是什么恶人 让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12个月里的所作所为 比如当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时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 帮助他们遏制疫情的经济影响 同时向80个国家提供疫苗 而直到一周之前 美国还以国内需求为理由 拒绝捐赠任何数量的疫苗 其他及其国家尚未向贫穷国家提供一剂疫苗 还谈什么领导地位 在政治上 中国也是积极的在世界各地进行斡旋和协助 考虑到中国拥有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 所依赖的先进技术 那么积极外交和强大的经济 拜登的中国恶人理论 不太可能找到买账的人 即使在G7盟友圈的内部也是如此 如果G7想在当今世界 重新获得影响力 它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计划 以帮助解决当今的问题 比如说气候变化 经济衰退 包括像针对中东地区等长期冲突的地区 进行外交补救措施等等 在这个时代 指望政协对立这样一个过时的一个攻势 是行不通的 这只会让G7峰会成为另一个走过场的合影活动 那么我们看到G7峰会的被结束之后 所发表的联合声明 的确里面有众多的地方指向中国 有的是直接提到中国 有的是寒沙摄影的 在指向中国的一些内部事务 那确实世界面临很多的问题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至少一年多吧 疫情对全世界的冲击 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老百姓吃饭可能都是问题 现在美国大量的印钞票通货膨胀 对吧 导致大宗商品物价上涨 然后普通老百姓的吃饭又成了问题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本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的收入就很少 很多人靠打零工为生 工作了一天 领了一美元两美元 这么就很少的钱 完了只够吃个饭 说不定还要养个小小孩 根本就吃饭都是问题 饿肚子 甚至呢有饿死人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你G7集团峰会 对吧 你代表人类最先进的 最文明的 我们暂且就认同你的说法 对吧 最进步的价值 你们不讨论 不去讨论 如何解决饥饿 贫穷 落后 没有疫苗 死亡 疫情 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 等等重大的这些国际性的课题 你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占全世界GDP的40%多的一个组织 都号称自己是最伟大的国家 最先进的民主的灯塔 对吧 结果你们搞在一起去搞新冷战 搞走过场 搞政治意识形态 搞政治攻击 而且搞抹黑 那就搞这种事情 对吧 就是 哎呀 这个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悲剧吧 反正呢 搞完苏联 搞垮之后来搞中国 其实中间还搞了一趟日本 对吧 因为当时日本的汽车业 在美国 把美国的汽车业打的是七零八落 那么日本的半导体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当年非常的流行 分泌全球 那么把美国的科技产业呢 打的也是 也是七零八落 那么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没办法了 哎 但是搞日本好搞呀 比苏 搞苏联简单多了 为什么呀 我在日本有驻军呀 对不对 你敢不听我的吗 是不是 所以呢 美国就开始弄日本 日本呢 三下两下就被制服了 然后签署广导协议 那么签署相关的半导体相关协议 那协议协议签署之后呢 日元大量升值 那么日本的出口呢 就受到很大影响 在半导体领域呢 曾经 像这个东芝啊等等 在全球都是最先进的半导体公司 然后就一蹶不振 那才有了后续 包括韩国三星半导体的崛起 甚至包括台积电的发展 事实上跟这样的一个啊 美国去制裁 其实我认为就是制裁了 那么打击日本的发展呢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而现如今呢 到了中国身上 当然中国跟日本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中国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 军事政策啊 也不是你美国的殖民地 你美国在中国呢 也没有这个驻军 不像日本对吧 驻军的意思讲白了就是 好听点说我保卫你 难听点说就是 把一把刀放你脖子上 对吧 有谁来欺负你 我拿着刀砍那个谁 这个帮你去反击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你自己敢不听我话 刀就在你脖子上 其实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 那现在那日本有什么办法呢 但中国不是这一套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中国比日本 当然比日本难对付的多 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呢 中国比这个苏联呢 要难对付的多 原因呢也是在于 苏联呢 它当时在军事上是很强大的 但是苏联当时在经济上呢 是相对是和今天的中国比呢 是要差很多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当年的苏联呢 在轻工业品啊各方面 实际上这个水平呢 制造业水平呢 也是比较差 另外一方面就是 当时呢 这个东西阵营啊 就是苏联和 就是美苏两边呢 它这个分的是非常清楚的 彼此之间呢 也没有太多贸易往来 那两个阵营呢 就是说 讲白了就是 井水不犯河水 但今天不太一样 因为全球化的原因 中国跟 无论是欧美 跟很多国家 这个彼此之间 利益呢 是深度交融在一起 所以你很多时候就是 你打他一把掌 就打自己一把掌 就有时候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限制 中芯国际 不可以啊 这个进行制裁啊 那么生产半导体 受到影响 半导体供应链受到影响 难道你全指望台积电吗 它一个公司 工厂也忙不过来 所以导致全世界的 这个汽车缺芯片 那你美国的福特汽车 也没有芯片可用 当然根据分析认为 福特汽车因为缺少芯片 今年可能会损失 对吧 几十亿美元 那等于也打到了自己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啊 除了这个G7峰会呢 以及呢 即将到来的美俄峰会 那么拜登呢 在另一场的外交大戏呢 也已经上演了 那就是呢 北约峰会 北约峰会呢 在6月14日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拉开帷幕 那么峰会的公报 首次提及啊 说中国是系统性的挑战 那么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 谢尔日啊 若梅英呢 日前表示 北约国家对于来 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 提高关注度 证明北约已经重新定 这个界定地缘政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6月15日报道称呢 这个若若梅英表示啊 这个我们的确成了北约 重新定义界定的 地缘政治的见证者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 以及其庞大 且不断增加的经济体量 需要北约认真研究 历史上来看 二战结束之后 至今过去75年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与苏联的暗中对决 而后呢 是俄美之间的冲突 要指出的是 当美苏关系恶化的时候 美国和中国关系 就有所改善 反之亦然 他还说 欧洲国家对中国态度 不尽相同 法国总统马克龙 已向拜登指出 中国目前并没有 临近大西洋 而且德国等多个国家 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关系 罗美因强调 对于拜登而言 重要的是 针对俄罗斯和中国 展现西方民主统一阵线 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意义 北约不是花两个半小时 与30个伙伴国家 在谈判桌前确定新的战略 他指出呢 这个上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斯托尔滕贝格访问华盛顿 与美国进行了会谈 但是目前看到整个进程呢 事实上只是一个开端 北约无论如何都在考虑 或重新认识 将其看作是战略演化的一部分 北约峰会 6月14日召开 那么会议期间 讨论非常多的战略构想 特别是所谓2030北约战略构想 那么俄罗斯 中国等等 以及加强技术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网络空间 太空威胁等等 非常多的议题都被讨论到 都成了北约2030战略构想 所以我才说过呀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他应该做宇宙的咒长 或者是地球的酋长 最起码干一个联合国秘书长 对吧 因为你这么忙 北约太忙了 要管这么多的事情 对不对 虽然他声称中国不是敌人 或者是对手 而且他提到呢 这个和中国之间 反正就是说一长串 又关注中国 什么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要加以回应等等 一会儿呢 又说要打击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会儿呢 又说中国不是敌人 不是对手 事实上 我认为这反映出西方政客呢 长期以来 反正就是一张嘴 随他怎么说 对吧 那我认为呢 其实关于北约 我只想说 就是说 这个气球呀 最容易爆炸的时候 最容易自己自爆的时候呢 就是充满气 对吧 把气不断的吹 然后呢 过度膨胀的时候 北约呢 原来诉求比较简单 面对俄罗斯 保护欧洲国家 集体安全 也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现在的北约 把整个的战略方向 同时瞄准中俄 这样的一个时刻 而且又瞄准太空战 又瞄准气候变化 又瞄准 反正什么事都要管的时候呢 其实我认为 就像一只充满了气 膨胀到极一点的气球 很危险 很容易呢 就自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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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